以這個學歷跟他的經歷 第一瞬間基本上我就會刷掉 同一份履歷 七位中高街主管看了直搖頭 除了學歷不夠好 工作經歷也不多 我覺得HR是過不去的 這實在不是一個很好的履歷 我不會用它 連看的三份履歷 求職者姓名全被遮住 但答案揭曉後 卻讓他們大吃一驚 大導演 履歷就是剛剛另外那一位 我先生 你應該認識吧 我最好的兄弟 這位是誰 名字是我家女兒 看似不精彩的履歷主人 竟然是知名人士 以及身邊親友 讓主管們重新看待這份履歷 廣告流傳後 引發不少討論 知名作家李洛克 也在臉書PO文寫到 這影片質疑過往經歷 也貶低了職場選材專業 甚至倒向人脈裙帶 當他們看到履歷上的人士 他們的親友的時候 他們都紛紛改口 這會讓我們直接聯想到說 這好像是變相在上導一些 裙帶關係 人脈的關係 就連影片中被剪到 只剩一句台詞的江經理 也到臉書回文 表示當下看了履歷 認為不符合自身產業 曾經以改由相關產業 來面試比較下等 也因此台詞被修剪到 只剩一個字 對此拍攝廣告的業者表示 當時出發點是希望面試主管 能對陌生人減少偏見 多點寬容 無論廣告內容有沒有辦法 讓求職環境做出改變 但已經成功引起話題 記者吳杰成 謝偉宜 台北報導